嘿大家好 我是啾啾鞋 很多人吃牛排都會點個五分熟甚至三分熟 那切開之後就會看到滿滿的血水流出來 但是雖然它俗稱叫做血水 但它其實根本就不是血 我們在切牛排時所看到的紅色液體其實是 肌紅蛋白的顏色 Myoglobin 肌紅蛋白或叫肌紅素 是一種存在於肌肉組織中的蛋白質 和血紅素Hemoglobin一樣是負責氧氣的運輸 只不過血紅素負責的是血管理 而肌紅素負責的是肌肉組織理的部分 血紅素和肌紅素的關係也很像是 大型貨櫃船和路上卡車的關係一樣 當貨櫃船將大量的貨物運送到港口後 再分裝到一台台的卡車裡 分別運送到每個指定的地點 血紅素可以一次和4個氧分子結合 適合大量運輸 而肌紅素雖然一次只能和1個氧分子結合 但因為它和氧分子的親和力較大 能僅僅抓住氧分子 適合在肌肉組織中 將氧氣運送到一個個的肌肉細胞裡 事實上我們常聽到的紅肉白肉 其實就是用肌肉組織中的 肌紅素含量多寡來區分的 肌紅素和血紅素都含有一種叫做血基質的結構 它就是讓我們的肌肉和血液呈現紅色的原因 某些動物的肌肉組織會有較多的肌紅素 像是牛肉的肌紅素含量大約是0.8% 羊肉是0.6% 屬於紅肉 而肌紅素較少的肌肉只有0.05%的含量 所以屬於白肉 順帶一提 人肉的肌紅素含量大約是2% 是牛肉的2倍多 所以也屬於紅肉 肌紅蛋白也是為什麼很多人會說 看肉的顏色鮮豔程度就知道它新不新鮮的原因 這個說法嘛理論上是沒錯 但現實就不一定了 當肉在空氣中放了越久 肌肉組織中的肌紅蛋白 和氧氣接觸的時間越長 肌紅素中的血基質會和氧結合 這會讓肉的顏色慢慢變成核色 所以如果看肉品的顏色鮮豔程度 的確是可以知道它新不新鮮 但前提是廠商沒有加入任何的添加物 一氧化碳能讓肌紅素恢復成原來鮮豔的紅色 幾年前在美國就曾經爆發 有廠商用一氧化碳來處理牛肉 能讓肉品看起來永保新鮮 但實際上可能已經腐敗了 所以一氧化碳在台灣 是已經禁止使用的一種肉品飽色劑 同樣的情況也能在一氧化碳中毒者的身上看到 因為血紅素對一氧化碳的親和力遠大於氧氣 原本應該運輸氧氣的血紅素 卻跑去運送一氧化碳 導致身體缺氧死亡 所以死於一氧化碳中毒的屍體 常會呈現鮮豔的粉紅色 就是因為血紅素和肌紅素都含有血基質 一氧化碳和血基質結合後 就會讓身體變成粉紅色 所以下一次當你和朋友去吃牛排的時候 如果他切開牛排之後說 哇 好多血水啊 你就可以跟他說 哈 沒嘗試 那個不是血 那是肌紅蛋白好嗎白吃 哈哈哈哈 嗯 然後你就被討厭了 難怪現在都沒有人找我一氧化碳 好 最後呢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可以留下個讚 想要更多的話 就歡迎訂閱 或是點擊螢幕上這些框框也可以 那這次就這樣囉 我是啾啾鞋 下次再見囉 掰掰